疫情持續蔓延,在全州範圍裡除了必要的行業 很多商店從上星期開始重新關閉 民族在注意防疫的同食都十分關注和重視健康保險 日前,加州全保守貧長Pita Lee召開了亞太裔的原卓會議 總結疫情以來加州範圍裡的健保情況 受邀餘會者包括當時樂園保險管理委員會委員、華興保險總裁張國興 非營利健保組織、Alameda Health Consortium代表、Davina Ma 知名家庭、醫生烏西普博士等等 此外,並且因為疫情的關係 加州全保的投保截止日期延長到7月31日 65歲以下的加州民眾可以在這個月底之前辦理健保的話 南加州疫情持續蔓延 在全州範圍裡除了必要的行業 很多商店從上星期開始重新關閉 目前加州全保、執行長Pita Lee 召開亞太裔原卓會議 總結疫情以來加州範圍裡的健保情況 樂園保險管理委員會委員、華興保險總裁張國興 和知名家庭醫生烏西普博士受邀出席 加州全保執行長Pita Lee表示 由於COVID-19疫情的關係 加州全保從3月20日起設立特殊開放投保期 幫助更多民眾可以有機會購買和可以負擔的健保 到6月為止已經有超過17.5萬人投保 是上年同期投保人數的兩倍多 亞裔人口佔了加州人口大約15.4% 切物體少疫情對於亞裔居民的影響 mos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y know how to use their family doctor system but they don't know how to use a Teladoc and another issue that is COVID-19 right now, our client, they need to go to the testing but they cannot, they don't know how to get this service because if even they have the private insurance 他們先去駕駛公司 但仍然他們去駕駛公司 去檢查檢查 如果我們可以幫助駕駛公司 做這種檢查檢查 那會很棒 由於加州傳保的開放 這些民眾可以選擇購買個人保險計劃 符合條件還可以獲得政府補貼 降低保費 另部分滯留在美國的訪客、親屬、畢業學生等等 無論身份都可以投保 而近期畢業的學生 畢業的時候學校保險就會停止 需要盡快辦理檢保計劃的銜接 視明家庭醫生烏西浦博士 呼籲民眾蒙外出的時候一定要佩戴口罩 因為這是預防新冠病毒最有效的途徑 同時提醒到購買健保計劃 是民眾一年有一次免費健康體檢 提醒大家善用健保福利 因為新冠疫情 加州傳保的淘寶截止日期延長至7月31日 65歲以下的加州民眾 可以在月底之前辦理健保計劃 天吶衛視編輯報導